看个赵旭喝个酸奶 你真的用你的生命在喝它 咕噜咕噜咕噜响 我喝酸奶 我跟大家说 就大概一个绝活 你看没看到 我两边我都给它打开 就是你可以多喝好几口 这种边边角角 要挤要刮 对 你看 用一口 它马上就下一步 我看你是要吃这个酸奶盒子了 我跟你讲 你喝这么多酸奶 你一会胖成球 不会啊 你看这些都是我的 这个已经是壳了 喝酸奶助消化 平时吃油的辣的 大家都喝酸奶 其实这个是以前大家观念里的一种想法 就觉得吃酸奶可以瘦身减肥 很健康很营养 没错 但是我最近又有新的研究 什么意思 就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平时买的酸奶里面写着风味发酵乳 对 现在就有一种说话 就是说喝酸奶 那个糖分甚至要比喝可乐 还有吃奶油蛋糕还要高 就是因为我们买的这些风味发酵乳 它其实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酸奶了 所以喝进去之后 它的糖分是非常高的 你说你喝这么多 哦 胖成球 不能吧 这酸奶是很有营养 助消化的呀 赵旭那么一说 喝它还增肥了 赵旭不信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不信 所以探索无止境生活大求人 马上去看一看 都是我的 这个喝酸奶 病 它不仅身体健康 它关键是能减肥呀 你看我 这都坚持一个月了 我觉得这是最有效的一种减肥方法 不吃三个月我就能瘦成男神呀 好 给我去看看瘦身效果 你拍什么拍 别拍了 你知不知道体重 对一个男人来说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子 有啥好拍的 真是 这蹭太不准呀 是不是坏了 这车 什么蹭呀 这都是 谁说我变胖 我没有变胖 我一点都没有变胖 是这个蹭坏了 它这个蹭它不准 你这个蹭太准了 有个蹭 这个蹭真准 这个蹭真准 小明哥 你这个蹭太准了 跟我昨天查体量的一模一样 跟我昨天查体量的一模一样 但是 但是 但是你这边踩一蹭很不礼貌 你知不知道 咋的了名啊 怎么无精打采的 欣欣 你看 哥全身都是优点 这个你不可否认 对不对 又帅 又有才 是吧 当然你上次没有缺点 那不可能 人无完人 对 我细数了一下 哥 就三个缺点 就三个 第一个 胖 第二个 还是胖 十分胖 第三个 泡捡不下来了 我的天 你终于能正视自己的缺点了 你非常的赞 这么前段时间我听说 喝酸奶能减肥 我现在一天 这一个月以来 每天 我是一堆一堆的喝 一堆一堆的喝 我想这个夏天到来之前 哥能 咔嚓 瘦成到闪电 这一个月下来了 你才怎么着 怎么着 不但没有瘦 反而又胖了三季 也是 也难为你了 你说这一个月 还得辛辛苦苦的喝酸奶 就是 辛苦都谈不上 这个过程倒是挺舒服的 挺好喝 挺好喝 我也爱喝酸奶 包括好多消费者 在潜意识里就认为 酸奶有很多好处 可以帮助减肥 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有那么多的优点 这个酸奶就收获了很多的粉丝 那接下来 咱们就看看大家伙 是怎么看待酸奶的 促进胃肠的蠕动 我都甜甜喝的 不是对胃好吗 不是对肠道好吗 帮助消化 我就是觉得好喝 我认为酸奶浅测就是好喝 应该是有防癌的作用 一定程度上 促消化 对 一般喝那种酸奶 就是日常有的 有日常的 看来大家对酸奶 还是普遍 比较有好感的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 超市酸奶区实地考察 来看看酸奶这名称标识中 到底有什么学问 很多人逛超市的时候呢 都会注意到这块 占定面积可观的酸奶冷机 当中的一些酸奶 这些酸奶呢 可以说是琳琅满目 让我们看的是眼花缭乱 包括我们的生产厂商呢 也会搭上健康营养美味的 这个生财快车啊 无论是从品名到它的包装呢 也都暗示着各种健康的一些功效 咱先不说酸奶有没有这些功效哈 在超市酸奶冷机里摆放的这些产品 就一定都是酸奶吗 你好 采访您一下 您觉得冷柜中摆放的这些 都是咱们国家标准意义上的酸奶吗 是啊 都是 这台上各种各样的 都写着酸奶嘛 又能有个六七成 是这个样的酸奶 因为我觉得咱们现在给宝宝喝的很多 都是这种 可能添加了一定的果粒啊 或者是为了调味 然后这样的一些产品可能比较多 按照国家食品安全的标准 GD19302-2010所规定 酸乳的原材料必须是纯牛羊奶 或者是牛羊奶的复原乳 国标当中的酸乳 连糖也不可以添加 酸乳所采取的发酵菌种必须是 保加利亚杆菌或者是 湿热链球菌 看一个乳制品是不是酸乳呢 主要看它产品上的标志哈 菲菲找寻了整片区域呢 竟然没有发现一个国标意义上的酸乳 其实啊市面上没有纯酸奶呢 并不是因为它的制作工序 多么的复杂和困难 而是因为啊 纯酸奶实在是太难喝了 所以说市面上啊 像这种风味发酵乳啊 风味酸乳啊 就逐渐成为了酸奶的主要销售类型 风味酸乳或者风味发酵乳 可以理解为有添加剂的酸乳或者发酵乳 其中纯奶和复原乳的占原材料的比例不低于80% 添加剂在两种以上 但是大家也不用过度的解读这里面的添加剂 凡是我们在正规渠道购买的酸奶 里面所含添加剂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可以放心的饮用 小明这段时间呢 喝的大部分都是带风味二字的酸奶啊 看广告代言呢 很多美女帅哥啊 都是小腹平平腰肢纤细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小明确实越喝越胖呢 现在桌上摆的这几款酸奶呢 就是我们实验员在超市里面买到的 这几款酸奶啊 小两特别的火爆 买的特别的好 是是是 是不是都喝过啊 这几款酸奶哈 这是我平时喝的这几种 嗯 一二三 哈哈 就做好做好是我一天的量 哈哈哈 哎呀不信信我要不我再试几个人 这个简直效果不可能 哎你不是你先放下 你先憋着急啊 是不是啊 咱们看完了实验结果 你再试也不止 那倒也行 给哥留着 给你留着啊 咱们先看一下 嗯 这个酸奶的营养成分表 嗯 每100克酸奶含有能量393千焦 你说你每天都喝四瓶酸奶是吧 对 这四瓶酸奶所含有的能量是4295千焦 四瓶酸是吧 数倒是不少 有什么意义吗 就是 你想说什么意思 这不明白 不明白 数字没有对你的小心脏造成猛烈的抨击 没有扎到我 这样吧 我跟你说的直白一点 直白一点怎么直白 可乐 喝过吧 那太喝过了 唐静 我每天有一瓶可乐 却不知道珍惜 直到失去后 才绝不会过急 你看我现在 完美的小脸颊 倒压淡脸 都是白可乐的 明儿 我跟你说 这四瓶酸奶的热量 跟盒子下面可乐的热量 是可以画上约等号的 你信吗 这盒子里面是可乐 约等号是吧 这个我信 这个我信 你看 这四瓶酸奶的热量 也就相当于半瓶可乐的热量 对对对 就是一小瓶 半瓶 对半瓶 甚至是更少 知道为什么吗 酸奶 减肥的 可乐 增肥的 这个热量肯定不一样 也就是说 你觉得这盒子下面的可乐 只有半瓶 甚至是不到半瓶 我觉得不大到 那我可开盒了 你擦亮双眼 擦一点双眼 这么多呀 是的 这四瓶酸奶的热量相当于五瓶可乐的热量呀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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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晕 你不知道 这早上吃早饭的时候 我喝了两瓶酸奶 这你下到有多少瓶可乐的热量呀 对 我跟你说 不对 不对 怎么不对了 谎到我了 你看哈 这个酸奶里面它是有益生菌的 这个益生菌是干什么用的 干什么用的 是帮我清理肠道的 是不是 那个广告怎么出来的 嗯 什么酸奶有多少益生菌 快给肠子做早操吧 对不对 给肠子做早操 对 怎么不帮你上班呢 哎 好想法呀 谢谢 不是 能不能有点正形 这酸奶里面 医生菌的含量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呀 咱们还是去找专业的微生物实验室 去做个实验检测一下 我们购买了市面上销量较大的六种酸奶 送到山东大学 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分别对几种市售酸奶的医生菌含量进行检测 第一组是不经过热核处理 第二组是向酸奶中加入PH3.0的缓冲液 分别将这两组初步在M2S培养机中进行培养 M2S培养机专门用于培养乳酸菌 一般微生物不容易再次培养机上生长 所以培养之后很容易鉴别乳酸菌 然后将培养后的平板放到37度培养箱中进行24小时培养 以检测这几种市售酸奶中是否还有活性磷生菌 经过24小时培养 我们发现3号和4号奶样在未经处理时 检测到具有明显的乳酸菌 由于3号和4号奶样中还有氏酸菌 所以在经过酸处理之后 3号和4号奶样中仍能检测到具有大量的乳酸菌 而1号和2号奶样中仅检测到少量的乳酸菌 经过酸处理之后 1号和2号奶样中的乳酸菌数量进一步减少 而5号和6号奶样在未经处理和经过酸处理之后 均没有检测到乳酸菌 看到得出的结论 咱们小明估计又要晕了 宋检的6种酸奶中仅有4种酸奶培养出了乳酸菌 而且有2种菌落数量较少 其中小明最爱喝的2种常温酸奶 甚至没有活的益生菌存在 而且经过酸处理之后 培养出的菌落数量进一步减少 原本均落相对较少的1号2号 此时甚至难以辨识 谢谢 又咋的了又咋的了 哎呦我的天呐 你看我早上 嗯 龙公就喝了2号酸奶 嗯 结果1盒还没有益生菌 再加上热量 哎呦你看我这个血压有点高了 哎呦 耗住耗住 哎呦 不对 哦 不对不对 你看哈 嗯 这1盒酸奶里是有益生菌的 嗯 这1盒酸奶里就好几亿个益生菌 是不是 是啊 够了足够了 哎 你这么说 这还没有不要紧 也有道理是吧 是不是 我觉得关于这个事啊 咱们还是得去问问专家才行 哦 目前学界还存在着争议 酸奶当中的医生与理论上是能够改善 呃肠道的健康 但是首先 我们这些 医生菌要能够耐受 胃酸和各种消化液 才能够到达肠道 能够到达肠道的医生菌的数量 和肠道当中 现存菌群的数量相比 悬殊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通过酸奶摄取这些医生菌 对于改善肠道健康的作用 是比较小的 哦 原来是这样 明儿啊 你是不是又该晕了 我是不是得服服你啊 我不晕 我不用你服 我算是明白了 星星 你肯定是别人派来黑酸奶 对不对 好端端的酸奶 怎么一到你这是什么好处都没有了 我可真的不是来黑酸奶的 我跟你说明儿啊 我平时我也爱喝酸奶啊 酸酸甜甜就是我是吧 不是 酸酸甜甜很好喝 而且呢 只要是属于国家标准范畴的那四种酸奶 都是有充足的牛乳含量的 营养含量那也是十分的高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 我现在就想听专家 是吧 这个喝酸奶怎样 最科学 嗯 酸奶的好处还是比较多的 尤其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 酸奶能够代替牛奶 补充蛋白质 钙质 还有很多微量的元素 同时酸奶的口感比较好 很多不喜欢牛奶口味的消费者 可以选择酸奶来补充营养 很多酸奶的广告打擦边球 会暗示一些减肥保健的功效 其实大家可以选择忽略这些概念 酸奶在补充营养之外的其他作用 目前在学界没有给出确定的研究结果 喝酸奶瘦身也是用酸奶代替其他食物 以减少热量摄入 所以咱们小明如果想减肥 也是需要在喝酸奶的同时减少总的热量摄入 原来是这样 所以说想减肥要减少热量的摄入 没错 那句话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胡仁云 好吃不减肥 减肥不好吃 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所以说大家喝酸奶的时候 可以把酸奶想象成有牛乳成分的甜品 而且大家买酸奶的时候 一定要想想它里面所含的热量 还有糖分 爱美的女孩子千万不要在减肥时期 用酸奶拌着水果来吃了 有可能越吃越肥 刚才满满的冒尖的薯片 现在就剩这几片了 你居然给我吃薯片 这有多么罪恶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个薯片炸的过程当中用了多少油 你知道这个薯片点上火它都能着吗 胖死你 你知道吗 这个薯片是我自己炸的 没用油 你自己炸的 对啊 而且还没有油 对啊 我不信 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朋友也不信 那接下来呢 我就告诉大家 如何不用油 做出这么美味放心的薯片 哈喽大家好 我是伊凡 那说起这薯片啊 可是我们这零食一足的心头好 又香又脆又上火 这又肥又胖啊又好吃 但是我听说啊 有位叔叔不用油就能烹饪出这好吃的薯片 反正我是不大相信 咱俩一起去看看吧 叔叔啊你看我今天带的这个生土豆 让你帮我做这个无硬油炸的薯片呢 好的 没问题 那我先说好了叔叔 我要的这个薯片啊 就是超市里的那种薯片 不是炖的 不是炒的 而是那种吃了可能会发胖 也会口干舌燥 但是永远啊都旧掉的薯片呢 小意思 今天就看我的了 好的 那交给你吧叔叔 好的 第一步 咱先把土豆清洗一下 好的 把它清洗干净 第二步 就开始削皮 哦去皮 对去皮 叔叔啊我知道第三步了 那就是切土豆片是不是啊 对 那这个切的厚度什么 有什么要求吗 哎 这个就看技术了 把它切的厚度啊 像一毛钱硬币 那么厚就行 哇 叔叔 你看这个土豆片 真的是厚薄均匀啊 每一块都一样厚呢 下一步 就把它放在清水里面 然后浸泡十分钟 浸泡十分钟呢 就是为了把它淀粉洗掉 这样的话 做出来的薯片大蒙脆 叔叔啊 那现在十分钟已经到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捞出来了呢 对 这样的话 现在把它去掉了 这样的话 我们把它捞出来 好的 捞到另外一个盘子里边 用这个厨位置 用厨位置 把它的水分 通通的把它吸收干净 把它吸干了 叔叔啊 你看我们这个土豆片呢 已经完全没有水分了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弄一点盐 嗯 把它适当的撒均匀了 这个盐撒上够三分钟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烹热 烹热 烹热 用锅 嗯 好 叔叔我看到了 原来是用微波炉啊 对 是微波炉 但是没有这么简单 嗯 看到吧 用筷子摆上 然后也把它摆均匀了 哦 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到微波炉里面 温度把它卡开在高温上 三分钟就好了 还有五秒钟 马上就好 哎叔叔啊 时间已经到了 赶紧做拿出来吃吧 好的 哇 这薯片好香啊 对 这就烤得很好很好 我赶紧尝尝 赶紧尝尝 哎呀 叔叔啊 你看这个薯片啊 除了比外面超市买的薯片 稍微厚了一点 其他的完全一样 我赶紧要掰开尝一尝咯 咱们吃 嗯 好吃好吃 照顺女我们发现 就现在我们的都市生活 变得越来越方便了 特别是当这个共享的概念 普遍应用之后 哎 真的是 是 你看啊 共享单车 共享汽车 而且我现在很多人在饭店啊 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 有那个共享充电栓 还有共享充电宝 特别方便 特别是这个共享充电宝 因为现在大家手机足嘛 以前没有电的时候 好痛苦 到处去借这个充电器充电宝 现在就是随便一扫码 对吧 一块两块 手机充的宝宝的 对对对 特别方便 就两个一两块钱 就能把手机充满 而且就不耽误事儿 我觉得 但是我最近又发现了 哎呀我这一天到晚 都在研究生活 就说我们这个扫一块两块 然后能够把手机充满的 这种充电宝啊 存在安全隐患 它可能会获取你的手机信息 哎呦这个我倒没想过 这个倒挺严重的 嗯所以究竟是真还是假 智能手机普遍有一个现象 就是它的电池续航能力不是很强 所以很多人都会使用充电宝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 手机充电宝一旦被人动了手脚 就可能成为道具手机隐私信息的一个工具 市面上大多数充电宝 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但是也不排除有恶意盗取用户信息的充电宝存在 所以大家尽量应该在正规渠道购买充电宝 另外在车站机场商场等地 也出现了很多公共充电设备 这类设备可以通过一个不怎么复杂的改装 就可以变成道具手机信息的工具 手机如果在公共充电站或充电宝进行充电时 提示是否信任设备就应该引起警惕 这很有可能是被改装过的充电设备 这时应该及时拔出电源停止充电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